收尾吉大交友,我最會胡偉聰 今天我來到集杜集weekend market 很多人都知道集杜集weekend market 是逢星期六、星期日才開 星期五開不開?其實有開 但裡面的店舖又多不多? 究竟有沒有東西賣? 又或者正如所說的主要是做批發? 還是怎樣呢? 我現在這個星期五正正身處於集杜集weekend market 轉個圈給大家看看 會見到這些店舖都很安靜 可以看到店舖開的 那會不會真的沒有呢? 那你要跟我看看才知道 我們一鏡頭直過 進來看見這些店舖都是隔的 沒有開到的 久不久才會看到一檔半檔是有開到的 看看那邊 只有工人在打掃 看看這邊 都是工人在打掃 這裡呢 都有很多的按摩店 那這些按摩店 今天星期五又開不開呢? 是不見有開的 如果真正是星期六日來不到的話 一定是星期日來 那可以怎樣呢? 唯有來這個Session 17 這裡都叫做 較為多店舖是開了的 情況跟剛才那個呢 相對來說就叫做好感一點 例如買一些寵物用品的 這一區Session 17都有開到 於是如果你真的逼不得以 二星期六日來不到 那你來這一區 走一來都還可以的 但是主要是這一區 其他區就真是算白了 得出的結論呢 就是說如果你是想追求一些 賣時裝啊 一些設計T恤的話呢 星期五呢 就未必是你杯茶 但是如果你想買一些 家裡擺設啊 甚至乎一些杯啊 碟啊 器皿啊 假花、假草啊 好像這樣 星期五都可以來看一下的 至於逢星期或星期一定見到的地道美食呢 星期五有部份檔口都有開的 那於是如果你真的要來的話 就想探望一下地道美食 記得呢 就在這個Session 25的後面呢 就可以找到這些地道美食了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Session 234 就是最多有趣的東西 有趣的衣服 精品的 又開不開呢 大家看看 情況比之前的Session差 也只是有部份 很少部份開 就不是全部開 沒關係 可悠 過 好 是 可以 我 我 我 是